喝点汤一口吃 这就是浓入里面的那种水沫流口的感觉 加水要慢慢加 如果加多了的话 就要再加粉 粉多了又加水 到最后就慢慢慢慢有里面多了 弄一大盆出来 糯米粉基本就是 不管它是粉粉还是脱脱 一碎就它自然就融了 其实慢慢抓它就可以加速它的 花开的这个时间 这要收获到节目的那种就是 盖里的时候就可以揉它了 把水给够 揉够了它自然就光滑了 光滑了以后这个时候就把它分一会儿 盖刀 开温度20到30分钟 然后就开刀 这碳味心中我是提前煮好放到这的 我会给大家说要煮 一碳味摇开以后碳味皮是软的 然后这个吃起来 嘴巴都是咪哩咪哩咪哩的那种感觉 很香 水先摇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跳小火 开包了 这个馅儿 喜欢吃新口味的可以使一下 它就是白糖 花生搭水 黑芝麻吃这种细分分 然后滑猪油 比你就自己真的随便着跳 你喜欢吃花生多点就多加点花生 你喜欢吃芝麻多点就多加点芝麻 这个油的分量就是 把它和最爱为质 就可以了 然后一盒包成冻到那儿 可以放很久 用那时候提前拿出来就可以了 肉圆了以后就 把它捏住就可以了 它自己熟了它自己会起来的 不看见 然后摊味心子也想吃的有啥 反正就其实原理很简单 多加点油 我就是比较偏干的那种 油放的少 糖也放的少 就少一点 敷面 打个棍就好了 敷面的就好了 也随意切腰起来 一人三个 三个在一起就是什么 酒 尝尝酒酒 这一碗是你的 你坐这里吧 吃吧 好不好吃 好好吃 祝大家愿意消极快乐 再见